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 对了 刁尾 就是这些 是不是有事 好了 今天就是我们三个主持 Koey和Anna可以 嗨Koey love you 所以他非常忙碌的 真的是惊剧 真的惊剧 想去学了惊剧 想去学了惊剧 看看他回来是怎样的 因为就是 其实我今天想在节目开始之前 说我们今天应该讲的题目之前 就要先多谢我们的听众和观众 在我们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留言或者给我们一些新的题目 和意见 多谢梁先生你了 Hello 他给了一个兄弟和闺密的对决 是这样的 那我们也会想着 不如未来听说这个题目 再和Koey我们再商量一下 亦都欢迎各位观众或粉丝 如果有什么时下流行的题目 都可以在我们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一定会回覆 一定会看的 那我们可以正式开始今天的话题 就是连夏淑南VS大战这个魏男孩 掌不大的魏男孩 很有感疑法 其实看完这篇文章之后 我知道有些人在留言 就是这个题目 有些人说 喜欢就说人家是肯花钱的 走出来很好看的 就说人家是男人 就是 喜欢踩人家那些 就是想踩那批人 你就踩人家说人家是小男孩 还是什么 但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 就是亲身经历 有些事情表面上看下去 哇 男人 正正常常的样子 但真的假的 等等 你先说哪方面 假的 假的 即是 你一说到假男人 立即 心里一来 我飄了去那里 是假的 即是有螢光棒 下面 哇 黑白光这些 簡直是国宝 是的 我就想到这件事情 另外就是 假的 会不会是她的性格 很幼稚 我觉得 一个界定 一个熟男 和一个幼稚男 其实 应该是用一个思想去区分 是不是 即是有时候 你年纪很大 可以很幼稚 年纪很轻 又可以很成熟 其实也是在讲思想 而且年纪很轻 再加上幼稚 你真的想拿去的名字 不是 年纪大幼稚才令人害怕 我那天跟 又是 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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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近日 觉得 他做这些高层 看东西很透 比我读心理学 更加有内容 然后我就 好像学到不少东西 他就说 我这些只不过是年纪大 I'm because I'm just old 我心想 at least you old and smart 你知道有多少人 old and stupid 那些才可悲 而且其实挺欣赏那些成熟男 不算岁数的 是他的行为思想各样 都是很成熟 很窩心的 即是懂得照顾你 不论男性朋友也好 他是会顾及人感受的 就不像瘋 這是其中一件事 是的 而且他的情绪是否稳定 這個很重要 EQ AQ 也不只是EQ 原来是有些人 是整个情绪带动他的行为 加上他的想法 所有事情都会很不稳定 他看不到自己不稳定 但他真的没有这样的maturity 去管理他自己 你其实在想些什么感觉都不知道 有些幼稚的男生 他们经常都觉得 我一段关系拍拖 我是可以向你去发泄情绪 而去得到某些他的目的 其实这样的想法很幼稚 即是怎样某些目的 譬如像吵架那样 简单一点 男的发了脾气 其实目的就是想女的 可能去遷就他 或者去哄他 其实一些成熟一点的男士 是不会这样去做 这些跟女的差不多 会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幼稚男 和熟男的分别 其中一个分别 因为我觉得成熟的男士 是不会那么容易去 如果认真去对待一个关系 不会那么容易去开玩笑 或者情绪去再反击你另一半 去达到某些目的 又要视乎看看他的出心 他的行为 其实也不是的 有时候他们做一些女的 会的 发脾气的那些 都其实想是 可能很忙那一段时间 没有时间去找他 他就想 分散 忍你 想你多点关心他 其实这些学你 小孩子 就是女的 因为你处理成熟的关系 其实大家有大家的位置 不需要你因为 另一半不陪我 但是你有发脾气 都会有 而且我也觉得题目比较好 你能不能说到这里 我忽然想起 有一阵子不是很流行的子弟戀 不用一阵子 现在也很流行 姐姐在照着 我不敢说弟弟 年夏男 年夏男 有经常会发生 我们刚才所说的情况 我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因为你照顾自己也很辛苦 还要照顾自己也很辛苦 但我觉得 刚才想说的题目很好 就是 艾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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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你面前很狡猾 但他会认自己是小朋友 会的 有时你会很受不了我跟别人说 例如他会说 他会说 Jesuit un bébé I am your baby 那这些是sweet 不是 他真的是那种 他会说 我当时就觉得 其实挺可怕的 但现在发现 最可怕的是 其实是一个BB 但要觉得自己 YES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 还可以批评你 那些不是porn 全都不是porn 而且是有种 他未必正常说的 但他那种感觉就是 他说我吃更盐 我会吃米 走他更多 我看不到就会走路 然后父母说 伯母说你年龄 你多年 又是他啦 ETH chan 你拿了奶程不久 一切一直盐 那你算是吃更盐 我用食物 但是多久 差不 khác有可能 阿臣就都有事了 中个 又弄完了 我今天不可以亂弄 对啊 很重要 所以没有吃这么多盐 如果這樣說,慎防我身邊的幾個男孩子小器 我就要跟他們S君你好,P君你好 L君你好,我提起你,快點看看 我怎知道明天有一個又說推軌了別人 本來今晚約人,我叫他看直播 他說推軌了別人來看 我真是慎防他們,所以我叫他嗨 不如我們說一下有什麼特點,有什麼特點 譬如說社交方面 真是純粹男人是生活和社交圈子 他能上班來忙,但他有一個很懂得享受生活 有自己的嗜好,或者是一些專長 他說朋友的交際圈子是一個交際 即是社交,不是性交 對,我們這些周末出去做什麼 是社交 他吃東西 但那些小朋友就是每星期五、六日 砍酒 或者是追女兒,撿屍 對,經常看有沒有蝦條可以吃的 不一定類似 英國有一個很好的字 他經常說wasted 整個weekend wasted 你已經是荒廢 他喝醉到你可以wasted 我覺得 還有你剛才說不是年紀問題 我發現我有個朋友 他男朋友拍了很多年拖 其實他不斷跟他吵 他經常出去跟別人劈酒 喝酒這些東西 然後我就覺得他都40歲 經常跟別人出去社交 我覺得都好 他就認識多些朋友 因為出來社會 現在是認識多個人好 就認識多個字 我發現原來他40歲 出去就像年輕人那些 就喝到醉到 即是他不懂得照顧自己 是呀,我試過 譬如我都會落老懶 但我是一杯起兩杯子 甚至我不會喝的 我真的出去認識 一些網絡的網絡 有一次真的在一個活動中 網絡出來撞到他 然後立即打尖呼 因為我有一個挺好的男朋友 然後他問 為什麼你在這裡 然後大家散水 他完全沒有告訴我朋友 然後我說他沒有告訴你 然後我問他 我有遇過你嗎 他已經斷了 他原來是每個週間 時常都是這樣 然後他都喝到斷了片 那你怎麼會喝 其實這樣是給女性一個 很不好的印象 還有他40歲 你已經40多歲了 不過也有這些人 五十多歲 現在還在慢慢喝 其實我覺得喝酒是不重要的 但你不要喝到 你不知道自己長得如何 那種 你要有一個項目 認識了哪個女生 也不知道 為什麼電話多了幾個 不知名的電話號碼 第二天什麼都忘了 那次最搞笑的是 他還要教訓我 叫我 要認識一些 成熟一點的男人 例如40多歲那些 然後我立刻看著他心想 你嗎?不是吧?一定不會OK 所以我早前都經常說 就是那個過程 出去玩也好 出去聊天 整個社交 鬆傻的過程 聊天的過程 究竟是否有養分在裡面 因為其實如果我們都不敢說 很大年紀 叫做行走了一段時間 滾一下 其實真的 你真的三分鐘 你大概知道那個人 有沒有見過世面 或者那個思想 是不是真的很幼稚 在一個細節 你整體的說話 談吐 或者那個肢體語言 真的 幾分鐘你已經知道 是 好像我那些 有些客人 比較高級的 都會說 你走過來兩秒才知道 你想怎樣 不要浪費時間 當然了 你講那些 他本身就是看官人於微 然後擺人在不同的位置 那些 不可以浪費時間 那些 那些 最擺的位置 那些 最擺的位置 我看到很多位置都錯了 因為你有時 你剛剛講的那個例子 如果是四五十歲的大叔 他有時想 他經常都說 我塞錢進你的袋子裡 妹妹 這些都不行 有時我們聽到 都只能夠不要當面去極追 另外就是對著那些連下男 你要扮大人 其實我也可以的 我們都可以 不要說是降低 所以說降低 我們可以符合你的口味來聊天 這個可以的 絕對可以 可以的 可以的 但我們這些 當應酬客人 這些 留意姐妹 最糟糕的是什麼 她就說 你不要在這裡扮靚妹 嘩 你真的想進去 嘩 你真的想進去 嘩 你真的想進去 真的不是因為你 我用慢 然後到你做回自己 你又在這裡扮姐姐 嘩 姐姐已經輸穿過這麼貴 跟你在這裡鬆傻 姐姐 我寧願你叫我做姐姐 也不要跟我說我扮靚妹妹 即是我們這個層次不需要扮 對 我也經歷過靚妹妹 而且是弟弟跟我說 你不要在這裡扮靚妹 你做回自己 深呼吸 這個時候 唉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幸好我當時那晚還沒喝大 我真的在找 有沒有鐘 在那邊看 但我正在喝衣服 想爆 其實這些人說話 我很記得以前小時候 其實小時候很多同學 很多女生朋友很喜歡 謝山的 Chef Lemon 阿玲 但我不知為什麼 從小到大 我就對 先生沒有太大興趣 然後我有一次看 有哪一篇文章 因為當時很多人很喜歡他 又說他扮吉他 又說他很有性格 然後我看到一篇評論 什麼是真正有性格的人 然後他就說 扔爛東西不代表有性格 然後你隨便去發洩你自己的情緒 或者說這些東西 傷害別人 而沒有去想過別人的 perspective的時候 這些不叫有性格 這些叫幼子 這個叫幼子 還有他說 其實人慢慢長大 真正的藝術 跟別人相處 最難的是你怎樣令別人覺得舒服 你令別人舒服 別人才會令你舒服 因為我有時跟男性朋友出去吃飯 或者去單獨吃飯喝東西聊天 去一些很安靜的地方 我會覺得最好的一次飯局 或者酒局 是你跟他各自回家之後 你會記得剛才的對話 沒錯 你會反覆去想 其實他的情境 他的情況 如果放在我身上發生的事 或者工作上也好 私人感情也好 放在我身上 我會學到什麼呢 我會不停在想這些事情 你不是說我的腦子很複雜 我是會這樣 這個我也同意 因為如果跟一些 比較成熟的男士 即不是交往 可能是吃飯 或者大家有一些 思想上的交流 其實真的回到家 都會站在他的角度去看看 為什麼他會遇到這件事 或者為什麼他會遇到這個難題 你跟一些成熟的男士 那種思想的交流 會有些不同 因為剛才我說的 就是一個年夏男 但是他的思想 某程度上很跳脫 他一時可以 成熟 插他的眼睛 但是一時可以 突然說 為什麼你變成五十多歲的思想 而他說的話是有點心的 其實有時候跟他吃飯 聊天是好事 因為看到不同的觀點與角度 但是其實有很多時候 我認識的年夏男 通常都只是懂得玩 喝酒 然後那幾個小時是說廢話 我認識的年夏男 他們本身已經是幼稚 但可能在某一些部分 可能他們的經歷 他很想承認成熟 有這種人 還在摸自己 對 摸索 但如果你是成熟男 其實也不用摸 走出來已經有自己的 風格和氣場 其實你也不容易可以改變 會 我懂得扮成熟的 第一方面就是 首先買一個卡片盒 拍卡片盒 很便宜 百多元 你會慢慢拍 C.O.也可以 還要摸幾摺 還是 那次就是 I have a card 對 然後要不就 首先買一個西裝 用外面的東西 去修飾自己 其實裡面沒有的東西 另外一個characteristic 這樣說 成熟的男人 是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但是那些年夏男 其實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其實很模糊 而且我發現 如果年紀成熟的那些 一說出來 他也不用解釋給你聽 他自己想要什麼 其實你已經看到他 每一步已經很穩 因為他已經知道自己怎麼走 但是真的 不是很成熟的那些 就摸索 但是我覺得不要緊 這是必經的過程 但是又是最怕那些 不會承認自己是 我正在摸索 我還未知道 然後每一件事都 我就是這樣 我已經知道是這樣的 還要在你面前裝作 因為從心理學的角度去說 其實他也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所以他才說 你剛才所說的一番傳話 去解釋或者掩飾 因為成熟的人 其實他也不需要解釋這麼多 你已經有一個項目了 我試過問過 譬如我以前那個男朋友 喜歡扮嬰兒的那個 他有一次 我也是反白眼的 那一次大家一起 一群朋友出去玩 然後他喝得比較多 一起走的時候 因為那群人之中 年紀都比較大 可能都三尾四字頭 已經是有一定的事業基礎 然後別人看到他還二字頭 就覺得 你只是嬰兒 然後他不喜歡 就是在外面說我嬰兒 然後他就跟我說 就追著說 我覺得他們事業都不錯 但是在我心目中 在我差不多他們的年紀 我要比他們更加成功 我要 那你所指的成功定義是什麼 因為我很喜歡問別人問題 一步一步去分析 那你指的成功 我覺得他們最多幾萬元個月 五六萬一個月 也不是的 也不錯 不過我要是那些 我三十幾歲 要有錢買遊艇的那些 然後我馬上想 不是 我正在發夢 然後我就跟他說 好啊 有大致是好的 那我想 你下一步想怎樣走 去達到你可以買遊艇 不知道 那我想完全是發夢的狀態 因為你有目標是好事 就是一個男人 然後有一個男生 就是剛剛認識過 然後問他 他說 他覺得我人生最重要是什麼 我最重要是事業 我一定說是事業把平 好啊 男人有事業是很重要的 我想問問你在事業之中追求什麼 不知道啊 我問問你的事業不外乎 權力與地位 地位 名字 名利 金錢地位 那你要什麼 其實我對錢也不在乎 我對權力也不在乎 我什麼都不在乎 那你其實要什麼呢 我只想做 其實你所知道的職業是什麼 然後他又不知道 但他又 總之事業 不是 我覺得你剛才模仿那兩個案例 我都套了進去裡面 我也套進了你那個角色裡面 如果我聽到 我真的覺得很爆 真的很爆 不是啊 爆那一刻不是他們的反應 是我不知道給什麼反應 我一直都說 我應該給什麼反應 他還可以循循善友 我應該是繼續套他 還是打擊他 還是叫他不要做夢 還是應該怎樣 不是啊 我不是 不是啊 其實你剛剛飾演了這個案例 現在是幾個分 曾經會照顧兒子 其實我都很害怕會遇到這樣的情境 因為你不知道怎麼承認他 怎麼承認他 其實我只是這樣 嗯 嗯 嗯 因為他們情緒比較不穩定的時候 你如果有任何事情打擊他們 這樣挑戰他們的時候 知道 你為什麼是什麼意思 馬上是這樣的 所以我只是會明白 所以看志明與春嬌 其實很多時候 為什麼人家這部電影有這麼多的共鳴 可能實在是太多這種例子 還有跟我們一起成長的一部電影 沒錯 你沒看過那些 那些 真的沒看過 春嬌 我基本上是1、2、3集都看過 我還要回看幾次 對 然後去年做的那一集 還要回看 其實你也挺要命的 他出Bonus也好 或者各樣各樣都好 其實已經一起住了 他竟然用一大塊錢去買了一塊 無形 那些又無形又好 又實際的東西 買了一個 在廳裡放了一塊 一塊很知名的設計師 設計的金屬物體 最後又買了一塊磚 哇 你真的是 我覺得 臭仔最難頂的一件事 就是在思想上 他是幼稚 但是你跟他在一起 他永遠都覺得 其實他的思想的層次是高於你 逼你 這個是很難的 其實男女的權力的鬥爭 真的 為什麼是政治的鬥爭 總之男女之間都有一些權力 或者是有力量 男人永遠都是要 他為什麼感覺好 就是在上面 好像覺得我女人 那些 所以就更加有這個情況 我不知道觀眾聽不聽到 我剛才很大聲的 倒臭一口氣氣 他們不會理自己多少歲 而且不是說他們有些身體內的性別歧視 但是很自然 當他遇到一個女人 而且是他自己喜歡的 是我的女人 這個狀態就更加出來了 更加你 我這麼高 都想把自己調高了 有人試過說 其實我們都是動物 但是未至於去到一些狗公狗辣 那些 我們不是很高興 但是其實一去到一個場合 你的男朋友也好 先生也好 總之是你的伴侶在 然後見到你和其他男孩子 去社交的時候 他走過來的姿勢 會這樣 就是會抱著你的腰 那些在社交的 那些 好像那些叫什麼 不是霸地盤 那些叫什麼 宣示主權 對 宣示主權 是會有的 我也試過 以前很小時候 真的 怎麼說 是極其幼稚 總之一班朋友吃飯 那一個男孩子 就應該有些曖昧 但我其實連不曖昧 也不認識 總之就是朋友 好兄弟 他坐在我旁邊 因為 怎麼說 我是回教會 小時候 教會是很嚴重的 其實一班差不多同年幾 那些 大家約在一起 就是一班人吃飯 那些聚集 那些聚集 他們的聚集 很穩定 但那個男孩子 他就是從加拿大回來的 然後就 不知道為什麼 他在我旁邊 他很喜歡 就拿了一杯飲料 在這裡喝 就是當著所有人面前 然後就拿了一杯飲料 然後我看到 你喝病嗎 你自己沒有飲料 我會覺得 嘩 我又不會覺得 你喝了一些東西 我會好像利益被受損 但我會覺得 嘩 而且我覺得會很尷尬 你明知道 教會是很嚴重的 你不做得 你專門 你死了 我當時被別人回去審 即是好像很沒有manna 就是這樣 是 但是慢慢之後 其實我就感覺到 我覺得又是那些 類似霸地盤的行為 因為那天 一班人是有男有女的 其實我知道 其他男孩子 大家是 弟兄姊妹 當然很照顧 是那些 你要不要吃雞 我拿給你 然後他就 讓我拿 那些 然後就拿一杯飲料 然後你就會覺得 嘩 這樣 他們會有這樣的行為 早前都經歷了 反過來是我經歷 不是那個男的 宣示主權 我們去了一個聚會 你宣示主權 我喜歡宣示 我喜歡宣示 最後最後一杯 我就被其中一個男的 說 你都沒有喝過 你喝完它 三種顏色又luffing 又混合骨頭 最後一杯 讓別人收酒的盤 我說你喝完它 然後突然在遠方的角落 有一條女就 我來 就這樣 這麼厲害 這麼有影 然後我就說 你好你好 你好 整晚沒有出聲 突然間 他醞釀了整晚 終於等你走出來 等我來 等我來 一醞釀了一晚 那晚我也不敢再跟那個男士聊天 我打算 因為他的另一半太過了 這個行為 但據我所知 那個不是他的另一半 喔 是這樣的 但是不是有意思 這個我就不知道 都不知道 又是有一張很長的 在酒吧 長桌 清酒吧 聊天聊天 喝完那個 因為我們都會看看 那個男的好像沒有怎樣出聲 又沒有喝東西 就算女的也會跟他聊天 不要說那是男的 所以主權的宣洩 男人是男人宣洩 女人是女人的宣洩 對 突然間清巴 沒有音樂沒有性 是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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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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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快的經歷 令我覺得因為我讀Sight Call 當你內心和表達 越來越不合適 你會慢慢越來越撕裂 心理上撕裂 所以我有時會覺得 我就算不在人前承認那件事 自己不得不對自己 也要承認的 但我發現有很多人 人前不會承認 人後也不會承認 他們可以自欺欺人 騙自己很厲害 但這個問題就會越來越嚴重 例如他自尊心受打擊 如果你不去承認 例如這件事真的傷害我 我原來不喜歡這樣 然後他就說我不在乎 我不會在乎 其實越是這麼說 就越要保護 其實現在這個時間 我們可以試試是否要封閉一個 封閉一個 準備上北京學經劇的 對 因為看到有人在問起 我們可以嘗試一下 看看這位大家都很掛念的人 打給他啦 快點啦 對啦 Hello 喂 三位主持你們好 Hello Koe 聽到我打你嗎? 聽到我說話嗎? 聽到 聽到 對 我特地去了一個WiFi信號超級好 加上連得到非常好 VPN的一個地方和你們聊 三位主持大家好 HELLO AK HELLO ANNA HELLO JOYEN HELLO B什麼BN 你BCHAT打的BCHAT對BPN 都要 因為其實你們打來之前的一秒 我其實都是看你們的Live 所以我一直都連著VPN 那你是不是見到有觀眾或者聽眾在這裡 為問你究竟去了哪裡 我想你們自己回答會好一點 好掛念你 哦 是嗎? 我沒有看到 我這樣開著聽著你們三位的聲音 喂 你們今晚的題目 是講一些成熟男人和一些BB仔 即是偽男孩那些 對 不是偽男人 偽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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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他們工作上面 幫他們找工作 簡直是怎樣呢 簡直是 喂 去那間公司 幫他見過 拿別人的HR 的一個E-mail 之後 直接遞到這個藝男人手上 喂 送你CV給他 參賽 還沒幫他寫CV 你這些簡直是怪獸家長的行為 是呀 這些就是 中了 不是 人家很欣賞我這樣做 人家很感激我這樣做 喂 當然是這樣啦 你幫我這樣做我也感激你 我們也很感激 對 我反而 我覺得 我人生比較幸運 偽偽地說過 我雖然做這個HR 但我還沒自己寫過CV 你曾經說過 因為人家幫我寫 你不喜歡寫CV 不是 我是不會寫 我的CV 畢業之後 寫出來的那份 人家幫你寫 有一個英國的哥哥幫我寫 然後幫我寫 我只是寫出去 所以沒有他那麼好服務 對 還有 你知道嗎 有時候我都很可憐 有時候大家說是臭小孩 我都想被男人臭 但我的性格又好像 我想做一個小女人 去給男人 給大男人去照顧 但是奈何 做來做都做不到 不過我簡直是 幫他選擇哪間餐廳 如果他自己一個吃飯 因為他可能不太清楚 香港的文化 吃著那些 全部都是種服的餐廳 即是他沒有看K的網路 所以他就不知道 什麼是好什麼是沒有 人家是吃糞 她吃糞 吃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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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連餐廳也要幫他選擇 給他一個位置 在OpenX那裡 填上鏡頭給他 然後還要去錯地方那隻 我不叫你 去到之後他就拍了一個菜單給我 問我A好還是B好 那我就回答他B 然後他自己就衰選A 誰知他又在那裂自己 早知聽你說要B啦 又中伏啦 這不是就是吃糕成糞便的例子 是啊 他聽你說就由自可 不聽你說就飽過我 這樣也可以 餐廳幫你選好 什麼餐都幫你叫 你是跟我作對 所以有時候臭小孩不是真的100%聽你說的 你自己最後氣死了自己 是啊 很辛苦的 實在太多了 他吃完東西 嘴子髒了 都好像媽媽那樣幫他抹 你說多可憐啊 這一兩年 臭小孩臭成這樣 抹嘴都還好 不用吻屎 喂 如果你說起吻屎的話 大家有沒有留意呢 不是啊 不用吻屎 不是 不用吻屎 不是真的那些屎應該是撿屎的 素就屎的意思 不是 也不是可能真的屎 大家有沒有試過 現在應該觀眾吃完飯了 大家有沒有試過呢 如果你去他的家 stay 或者他來你的家 whatever 然後到第二天 當然你可能會有一個方便的嘛 方便了之後 你發現一些小朋友 小男孩 是不會清潔得很乾淨的 你說的是他那條底褲那裡 屎蝦 屎蝦 當然是屎蝦 是呀 你連屎蝦最多就是洗廁所 大家有沒有試過 洗廁所 其實老實說 大家都不怕噁心的 有時候自己那個 過游衛生或者很多事情都要額外做 例如你去完人家 或者你真的爆了的 那你會用紙巾 最多捲多幾格 那你都會抹掉這隻渠 幫別人的肛 是不是 就是有屎肛 是 抹乾淨了才再沖 那就是馬桶 是的 或者屎蝦 就不要屎肛 屎肛我就會想起肛門 哈哈哈哈 是呀 那些鄉下的 簡直是鄉下的 鄉下的鄉下的 鄉下你就知道 小朋友或者藝男人 他們根本上長不大 他們就是真的這樣 但是你不會怪他 不成熟 不過剛才聽你們節目說得很對 那些不成熟的男人 總是會覺得自己成熟 我們這些女人 還有騎上你的頭上 我曾經聽過 我有一個法媒 那時候在英國的時候 那個法媒是俄羅斯人 但是組織是俄羅斯人 但是移民了一個澳洲 然後其實說起來 好像很有目標 要怎樣追求自己 要讀這一方面 但是她 我覺得她跟人相處 對女人真的有些問題 結果她說了一句 她說 有科學研究指出 女人的腦子 是比男人差的 所以女人是特別幼稚的 男人是特別成熟 我想你看什麼科學研究 是不是那些 就是人家有什麼 她又斬頭斬尾拿來講 那些 只是拿中間的字來講 不是啦 我真的不知道她在哪裡看 我只是看過女人的成熟期 是比男人早 所以是比男人成熟一點 但我沒有看過女人的腦 的 physical 結構 是有先天性的缺陷 缺陷嗎 但是以我所知 如果你說 physical 在女人的腦子裡面 我只能夠說 根據每年這個DSE 或者以前的會考 A Level 其實說真的 狀元 或者全部A那些 都是女人 是嗎 但是男人都要承認 真的 還有可能人家還是讀科學 人家讀理科 都是可以 很有腦的 不是 那些她在說成熟 是說成熟 情緒 這件事 大佬出名的女人 情緒比較複雜 還有這個 總之 同年紀的男 一個男生 和一個同年紀的女生 也好 先不要說她的家庭背景 都有機會是女生成熟 而且我想說 這個我不是很記得清楚 但是我真的記得我老師有說過 我有一個教練 上去講 教過 說監獄和法治 應該說 那些東西 然後她說了個例子 在動物之間 其實 她們有一種 remembered 有一個樓 她們可以bihag две 就令你直接有反應 只要牠看到這件事 例如動物反肚是一個意思 例如另一隻小狗和另一隻小狗玩 玩到牠咬得很厲害 另一隻馬上反肚 那隻就會很自然會停 因為牠就會產生一種 guilty 的感覺 其實人都有這個路線 但發現女人出生就會有 但男人不到25歲以上都不會建立這件事 但我阿sir 是阿sir 來的 然後我們問 阿sir 你意思是否男人小過25歲都不要選 我不想直接跟你們說 但你們自己想想 因為有些發展度 還有15歲都未發展完 你知不知道 三位主持 爸爸媽媽經常都會教我們 你找個男人最好是帶自己六年至八年 其實到十年都沒有什麼相關的 大十年都不要緊的 也就是為了他們起碼那個思想成熟一點 阿Anna 你也知道 我們過去兩個禮拜前發生什麼事 兩個禮拜啊 兩個小男孩 上個禮拜 再上個禮拜 再上個禮拜 兩個小男孩這樣去玩 玩到自己都不見了自己 他會覺得 我沒有錯 因為其中一個不見了 那我就去找另一個 另一個又說 不是 我沒有不見 你明白嗎 小男孩的世界就是跟我們上集說一樣 他們邁入了結界 西洞很多結界 他們入了納粹 每個喝醉都這樣 下次給他們帶著一條符 他們帶著去男女方應該會好些 不是呀 下次拿一條狗帶索住來走 嘩 算啦 他們這些已經成了過去了 沒錯 但很難不避免 下一次又是臭兒子 怎麼可以教下我下一次不用臭兒子 是不是先看年齡 年齡就是其中一個條件 不是呀 我送我40歲的男朋友給你送的不要了 都是思想的 真的要你自己去摸索 溝通 吃一兩次飯 去聊聊天才知道 就算給你一個現在40歲的 但誰知道他每天跟你玩模型 現在在玩網上遊戲 拿著手遊 你剛才說 什麼志明語春雕 買了那塊鐵又回來 幾萬元而已 我想起我的朋友 我不是說有一個朋友 他老公家真的很有錢 總之他們是香港馬區的大部分的舖位都是他家 整條街 誰知道整條街 整條街 然後他家裡有錢 然後他老公就 怎麼說 他真的很為自己思考 他經常會覺得 當然這個也是那個女人 我覺得自己做女人 你自己有個獨立性 你不要讓那個男人看不起你 那個男人可能一個月給他幾千元去洗滑做家庭 但是他可以自己買幾萬元的模型回來 你知道香港的房子有多大 他們住到豪宅兩千多萬元 其實都很小 因為他是在港島上市區 然後他可以買一個模型回來 那盒戴家裡的電視機 然後他那盒戴家庭中間 放正在廳中間 走也沒有位置 然後有一些是家庭的人種出來 那姑媽很喜歡來 那姑媽就是那些 誰啊 搞這麼大盒東西來 踢到人 然後我朋友就說 你一塊塊的 然後他就說 那你們不要踢到我一塊塊的東西 你不要弄壞那些東西 那就是種他 那你原本就說 浪費錢就以為是我的朋友 那浪費錢買了什麼 那些什麼 妨礙錢 然後誰知道 一說你一塊塊的東西 那你們不要亂那樣 你不要撞到我一塊塊的東西 然後你知道那個是什麼模型 是那個六巨人 這樣打有一隻 不知什麼那個什麼 那麼大件 就這樣一隻 大Figga 對 整塊膠那麼大 但他還比電視機 你會覺得玩模型不重要 如果你是古天駱 不明白 你知不知道他自己有一個收藏館 有一個倉 在工業大廈 你是不是玩模型 玩到他好像開一個博物館 沒問題 不是啊 他老公是在哪裡 在修盾花園 空了八百多斜間 不租給人 他說我們又不是等錢 為什麼要租給人 我留給我一塊塊放東西 這次之後就放他的模型 是不是拉仔還是獨仔 不是拉仔 總之就是中得緊要 而且他這樣放在房子裡 其實根本沒有想過其他人 對 而且那個人都在繃緊四十歲 所以Koey 你看一下 聽到剛才Anna的案件 斑緊四十歲 都會是這樣 所以其實不關年齡事 是思想 對 剛才K也有說過 跟別人聊天三分鐘 就知道別人什麼了 真的 沒錯 再謹慎一點 但現在的我 真的要看看年齡 二十多歲 都不適合我和Anna 是不是Anna 盡量不要再來煩我 盡量避免 我現在記起我老師的教誨 老師我後悔了 我應該記住你說 二十五歲以致 我現在寫信給我 我在英國的老師 是我錯 是我不聽話 不過近期看到很有趣 日本有一陣子很流行 大家有沒有看過新聞 就是出租大叔 出租大叔 香港還是日本的 日本 一個小時收費是一千日圓 但那些大叔 我想起那些 真的只有三條毛 扮在那裡的大叔 其實他的大叔的年紀 或者那個樣子 會不會 牧村倒催 其實都算是大叔 因為訪問一些 有用過這個服務的 即是假妹 用戶 用戶解釋 為什麼我都會願意 付錢去買 就是因為我的圈子 認識不到這些人 而大叔 的確是很考慮 給到一個照顧到我的感覺 我那一刻 可能我其實不需要有男朋友 但我是想被人照顧 所以我就用這個服務 我明白 好像我上個星期 我不是跟大家說 我不舒服 然後胃不舒服 基本上經常都沒有吃過 預先有一個男生 三十多歲 想見面 但是 我不是很想 但我覺得 無論如何 就算是聊天 然後 我就跟他說 其實我今天不舒服 我全日都沒有吃過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說 那你照顧 我剛才吃了東西 所以我們等見面 找個地方喝東西 然後我想 我全日沒有吃過 然後 就是因為你吃完 他喝東西 不是說他錯 你吃過還是什麼 然後在這個時候 就有個大叔 然後就問 你沒事吧 我說沒有吃東西 不是 我說我不舒服 然後他馬上就已經問 你有沒有吃東西 他就很自然知道 你不舒服 就沒有吃東西 我全日沒有吃東西 然後他就說 你現在有空出來 我和你吃東西 然後他就帶了我去 我很喜歡吃某個 即是薄餅的地方 就是吃東西 他就以我吃完整個薄餅 即是你會覺得 哇 很不同 這個就是分別 這個就是分別 你做給他吃 或者你OpenX 去找給他吃 和他會照顧你那一刻 是很不同 是啊 人家已經馬上知道 你不舒服嗎 不舒服 你有沒有吃東西 沒有吃東西 你現在出來 因為我有一個觀點 我想說 其實如果同一個 未必適合所有的女士 即是個別的女士 如果你和一個成熟一點的男士 一齊 你是煩小很多東西 沒錯 那其實 somehow 你自己的自身的 well being 或者事業 其實是會更加好 因為你是煩小一些人 那你自己那個 concentrate 你的心思 放回應有放的地方 而不是臭仔 其實是會好很多 即是我想說 心的那個巴勒 就是你找對人的時候 那個女人 都會容光喚化一點 因為他有空 有多了自己的時間 去照顧自己 即是可以做其他自己的事 即是我們上一集 講過的節目 就是多了時間 去愛他自己 對 但是反而你找錯的話 還要幫他想一下 趁什麼衣服 去上班 那樣 還有護膚品 我不是就說 我不是就說之前那個 護膚品系 真的 哎呀 我這裡生了一粒倉 怎麼辦 然後看一看一看衣服 什麼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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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出旅程 然後撿東西 糟了 不懂得撿 然後其實你不用幫他撿 但是他要你站在旁邊 看著他撿 然後你走開了他就 你在哪裡 你在哪裡 你不在我旁邊 你不懂得撿 然後你就看著 你這樣撿行李 我有一樣的經歷 就是 連下男 就會裝模作樣 教你怎樣撿 嘩 嘩 但是 真是窩心的成熟男 我幫你撿 你坐下 不要動 這樣 但是那個成熟男 去下手 這些東西要這樣包 重的東西放下下 你的行李會 就是他會教你 帶你坐下 我撿 但是你要學 或者他自己已經清單了 我要帶這些 這些 這些是一定要帶的 你呢 就負責帶這些 這些 很不同 真的很不同 你們說起撿行李 其實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技巧 我挺厲害的 就是 我試過跟一個 都叫成熟的 Anna應該知道我說誰 都長久的那個 喂 他可以 一轉歐洲 冬天來說 他可以帶三個行李 加上那些東西 三個行李 就是因為用他的方法去收納 嘩 大哥 我的方法收納的話 帶同一堆東西 但是只是用兩個行李 我心想 為什麼你要難為自己 去拖多一個行李 這個要解釋清楚 不可以承認熟事 不是 因為我們香港人身處於一個 有嚴重土地問題的地方 沒錯 可惜 我們真的 很厲害 全球有誰救我們來 你不要拜他 別人招責 三個行李 他沒有撿五個已經給你面子了 糟了我突然 是呀 哇大哥 真是幾難頂 你的衣服就這樣丟下去 我不是的 我把所有的衣服捲到 真的捲到 每一個位置 真的用盡他的空間 這樣就可以跟兩個行李 搞定 何必要拿位自己呢 或許成熟的男人都有這件事 聽完你們幾位 你們三位說完之後 我突然發覺我真的不懂得擲行李 其實不懂得擲行李 其實可能是一種幸福來的 你作為一個香港人 你應該好好反省一下 我是完全不懂得收納的 你看到我的朋友就知道 我記得 我記得 上次Anna 你不是跟我去深圳旅行嗎 嗯 是啊 你最後就沒有戴機 因為我們說 免得了 因為我們檢查之後 或者都會去其他地方 你都看到我是一個袋 一個袋裡面 還有一個拿來的手腕袋 一個袋裡面已經可以裝到 兩天的衣服 所有的落妝產品 所有的化妝品 嘩 我覺得已經 簡易 那就是一個技術 這些可以的 一個背囊就可以 起碼放三日兩夜 因為我翻身 沒錯 而且是小背囊 是啊 翻身廠翻身廣州 我都可以一個背囊搞定 那些東西 而且說真的 如果你說 有些男人會覺得 嘩 又拖個行李箱 又背一個超級 跟自己半個身高那麼大的長 那些背囊 我覺得真的很累積 很累積 我心想你又不是大隻 你不是大隻 你這樣背到自己這樣 我知道你背得到 你背後抱起我 也可能還可以 不過這樣就是 看起你的比例 真的很不好 你矮也是罪 我試過 我試過 你接機也是這樣 嚇死我 兩個行李箱 一個大背囊 還有一個公示文件 不是 你不是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 那麼辛苦 他就說 你又不是高 對 矮就是罪 背囊也佔了你三分二的人 對 你怎麼那麼大 真的 真的 有些朋友還搞笑 他去巴西出旅行 然後他可能覺得巴西最好玩就是降落傘 那些 他可以帶自己那套降落傘去 什麼降落傘去 什麼降落傘去 他可以帶自己那套 帶自己那套 對 因為這些都是 我覺得 我覺得 都可以的 但你就變了三個袋 兩個行李箱 不是 你說男生 其實男生已經算好很多 你帶東西這些 不是成不成熟的問題 英女王都很成熟 但英女王是幾噸東西出差 對 這個問題 有些人 我知道 去過旅行 有些人真的帶很多 對 有些黃子病也好 公主病也好 都要帶很多 整個時尚會要帶很多 風筒 燙衣板 燙酒 全都帶了 對 我之前不是試過 但我有個朋友 是女生來的 不是公主病的 但他跟我那時候去歐洲 我們去兩個多星期 其實你的衣服一定要洗 即是底衣服 因為換了 你帶幾套過去 你知不知道他帶了十個衣服 即是他打算一人一個 對 然後扔 是不是拿來襯衣服 不是 他是很保守的 他不會襯衣服 跟我們去的時候已經很冷 要穿大衣服 襯什麼衣服 不要說 他帶十個衣服 然後他還要帶幾套睡衣 然後每套睡衣 他只要找一個交袋 放在他 這個就是潔癖 潔癖 有強迫症 還有你說起這件事 那些男人都是 跟他去旅行 不成熟那些 其實大家會不會 如果我們留在一間酒店 超過三天以上 說真的 你那些髒衣服 底褲 你當你用一個塵袋 這樣裝著才說 其實都會呆臭 當你回來的旅程 回來香港 然後打開那個袋 其實那一陣味 真的會令你 開心我 那我覺得 為什麼不在酒店 就這樣用 有肥皂 或者有這些 Gel 你洗了它 然後在一個冷氣槽 酒店冷氣槽 自己的房間那個位 然後就勾著掛著 來開大個冷氣 為什麼都要吹乾它 那你不是說 將來立刻要穿 不是說一條底褲打天下 但是 我覺得 你是要這樣洗一洗 如果你有些襯衫 出了汗 臭 或者T-shirt 其實很簡單 你只是用一些 蕃茄水洗一洗 然後在酒店房間 浪一浪就可以了 我不喜歡一些 不成熟的男生 或者他們有自己的肚子 幫你浪缸 明天你回來 OK 我就不會說 要幫那些男生洗底褲 但是 他們要自己洗了 然後要相信我的智慧 然後我可以幫他 由濕 變回爽 乾爽 沒錯 我們 多謝Coe 分享洗底褲 沒錯 因為節目時間已經到了 Coe 好 我們下星期一起來 做節目 是 沒問題 下星期四我才飛 拜拜 好 拜拜